各位好啊 上集我说了 这集要聊聊当年那大地震 结果找背景视频的时候 找到唐山大地震那电影 这电影我也先看过 没想到再看一遍啊 又哭一半 当年那大地震啊 反正听说唐山是够惨的 天井市震的也够呛 也倒了不少房子 也死不少人 但是没有唐山才 唐山那次整个给夷为平地了 地震那年我才六岁 但是我记事比较早 小时候四五岁的事 我都记得住 地震那天半夜 我正睡觉了 就让我爸妈给退行了 刚行我不知道什么回事 反正觉谁捂了 捂嗦 捂了那家具 立贵 桌子 椅子 乒乓乓就开始想 然后墙上就往下叼动去 也不知道是墙皮啊还是什么啊 反正屁股往下叼动去 这事听见我爸就开始喊 哎呦不好地震了 其实那阵我不知道地震是什么东西 但是看大人害怕呢 我也害怕了 我老娘后来跟我说 当时我那脸都吓歪了 怕那床上也不敢动 我个儿倒是挺高兴 货在屋里蹦 蹦没 让我老娘啪啪喇叭 那给打老实说 然后我爸就去大屋 去看我爷爷奶怎么样了 我们就在这小屋也没敢动 当时应该就停电了 因为我没记着五里开灯 但是我从我们家窗往外看 哎呦亮如白昼 亮极了 马路对过 洪福楼那楼上 那整个一面墙都没了 就看楼上那些房子啊 哎一件一件的 跟那小火柴盒似的 全都楼天了 那里面的人在里晃来晃去啊 也不知道敢骂 当时我就感觉外边 雾气着着 就敢做梦似的 就好像我看见东西啊 不是真的 是在梦里一样 就在我在床上 翻迷糊在这儿啊 我就觉着我们家那屋子啊 呼呼呼 揉了三下 就跟那个去公园 打那幼银似的 差点没给我从床上揉下来 桌子上 巷子上 柜子上的东西啊 呼啰呼啰都掉地下了 据后来听说啊 当时天市很多房子 倒了 就是因为这三下 一开始镇的时候啊 很多房子都给真宿了 但是呢 没倒 就这三下 这一肉 很多房子就倒了 这事我爸从那大午又回来了 高我妈 赶紧给我们穿衣服 赶紧走 我妈赶紧给我们穿好衣服 我奶奶从大午也过来了 我爸高我妈 带着我们 连我奶奶 我们先走 我爷爷当时是半生不随 但是没那么严重 有人架着他呢 还能走 可是呢 他不走 他非说他要拉拔拔 而且还特高兴 笑得倍开心 我在我们家那楼道里啊 都能听见他在大午里 哈哈乐 倍儿没 我哥也倍儿没 不知道他们这一老一小啊 哎 为妈就这么高兴 我爷爷不走 那我爸肯定就走不了了 结果我妈 把之前东西都放一个包里 顶着我和我哥 我奶奶把他之前东西 也放一个包里 然后我们就下楼了 一出我们家大门 就看见许手套上啊 遍地全是那转头瓦片 电线杆子也倒了 好多人都押着许手套啊 往那南景路跑 那这南景路还叫圣利路 哎 扶老邪幼的 一绑一活的 都往那个圣利路上跑 我们也跟着往前跑 那这圣利路啊 应该是天井市最宽的马路了 到这圣利路一看 好这马路上全是人 你想马路这边的 益庆梨 显农梨 马路那边的爽顺梨 岸心转 所有能跑出来的人 都在这儿了 我们到这儿没一会儿 就看见我姑姑啊 还有我大爷二爷家的几个伴伴 他们正准备去我们家找我们去 他们都住一块 都住那岸心转 在一个院里头 他们是一块跑出来的 正准备去我们家看看去呢 看看我们都跑出来没有 看见我们以后 一听说我爷爷和我爸爸还没出来了 还在家里带着了 我老百和二百赶紧又去我们家 去接我爷爷去啊 我爷爷二百来近大胖子 我爸还挣够枪 一个人把他给敷下来 我姑姑就带着我们 去他们带的那地方 在哪儿呢 在这胜利路靠近岸心转和爽顺雷那头 最外边 整对了爽顺雷那几座楼 然后我们请点人数 还不错啊 我们全家 连我大爷还有二爷他们家 人都没事 都跑出来 岸心转那块挺惨的 很多房子都倒了 以为那都是老房子 我们家那房子呢 没事 除了房顶子上掉了几块娃 那房子没事 也没裂也没倒 早上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 哎 开始吓潇鱼了 那时候我爷爷已经给借出来了 然后 这帮大人呢 又开始回家 拿什么椅子呀 汤椅 猪干子 塑料布 凉形 鱼翼 鱼配子 散 不管我们家啊 家家户户都在家 你就看南景路上啊 全是那一个一个猪干 打成那小蒜蓉棚子 一片 我当时小啊 哎 可能迷迷糊糊啊 又睡着了 早起一正眼 估计得早上起来 把酒点中了 还吓小鱼了 一看我身边 哎 就我爷爷奶奶 还有一姑姑 我爸妈 我让我爸去了 一问 上半去了 咱就说那阵人的觉悟啊 地震那么大事 那家里房子都快倒了 早起来上半去了 那阵解放军已经来了 抢衔就在了 当时那画面啊 确实太震撼了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我们正对着那个爽顺离 爽顺离那几栋楼啊 已经塌了一半了 好多解放军在那抢衔 那这还有余震了 那余震一来 一晃了 那楼哗又塌 眼瞅在外面正往上爬着解放军 骷髅就掉下来了 然后哗啦就给埋了 就这怎么样 余震一停 解放军借着往上冲 借着挖人去 那死人挖上来以后 就在马路边停住 一溜 那绝对太惨了 我总说啊 我们小时候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想起小时候的事 那绝对都是艳阳高照 没有阴天的时候 唯独这地震是个例外 地震的那天早上起来 在我眼里的世界 全部是黑白的 关于这前把大地震 当天发生的事 我能记得的 就到这 最后一幕 就是刚才我说的 解放军抢衔的那些画面 后面的事 我就记不住了 怎么解决这吃饭睡觉的问题 我都记不住了 我能记起来的事 也不是当天下午 也不是转点早上起来 有可能是当天下午 我妈就把我和我哥 带到他们医院去了 我爸把我爷爷 还是我二爷 也带到我妈他们医院去了 结果我们在南海医院 住了大概两个多月 下集啊 下集我就说说 我们在南海医院 那两个多月 是怎么度过的 因为那两个多月 正好赶上猫子去试试 还有粉碎死人绑 等会来我说了这两件事 不知道让手不让手 今天这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